在古代,臣子顶撞皇帝是大罪,无论你有没有正当的理由,最后都会被皇帝问罪,罪卿估计也得挨上一板子。 不过在雍正王朝里,老十四因为康熙问责老八,为了替自己的八哥抽头,当场顶撞康熙将他气到晕绝。 然而等到康熙醒来之后,不仅没有处置老十四,反而还将他委以重任,让他掌管兵部,总司军务。 为何老十四顶撞康熙后,还会被委以重任,其实能够看懂康熙用意的都是人精。 说起老十四硬提顶撞康熙这件事情,其因是在太子第一次被复礼之时,早在热和事件结束后,康熙回到京城,就与太子印仁新指示上做出了许多狂辈之事为由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废除了印仁,并让满朝文武在诸多皇子中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新太子人选。 康熙说是选举新太子,其实只是想通过这次选举,观察一下诸多皇子中谁是真正的有夺底之心。 而康熙心目中的新太子人选,依然还是废太子印仁,就像是当时在热和行宫里,张廷宇输出废掉太子的担忧一般。 所以在百官都举荐八个为太子的时候,康熙却采纳了张廷宇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的建议,复立了太子印仁为新太子。 给出的理由也是十分的霸气。 第一,太子之前的心智失常是大哥印帝眼镇所致,并非是他自己主观所为,是可以原谅的。 第二,在热和领谱率兵两千包围康熙行宫,那张所谓的太子调兵手遇,其实是别人模仿的笔记。 整件事情太子并没有参与,康熙虽然没有提及这件事情,但是给出的回答却是比这个更霸气。 虽然举荐废太子印仁的人数有点少,但是里面保不齐还有一人,那么就是他自己本人。 而在这场复立新太子印仁的朝会过去之后,印仁复立太子之位也被提上一程。 至于煽动朝中百官举荐八个印寺的同国为,则被康熙当场问了罪,免去了他上书房大臣的官职。 让他在家里养老,再也不能过问朝廷的事情。 就连老八爷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些许牵连。 而在这场朝会赞场后,作为八爷一党的老九老师,根本看不惯老四和老十三的所作所为,当场就骂开了。 结果引发了老十三和老十四的打斗。 当康熙到来的时候,老十依然还在那里谩骂。 这正好给了康熙处置老八老九老十的一个理由。 正在康熙下旨抓住老八几人时,老十四站了出来,跟康熙据理力争。 说选举新太子这件事情,是康熙下的旨意。 朝中大臣只是奉迷办事,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大臣,但还是老八的贤德导致的。 而老八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您老爷子的处分,无非是在选举新太子这件事情上,没有裁准您老人家的心思。 这才导致了今天的问罪。 也就是说,无论奉旨选举还是不奉招办事,最终都会被问罪,并向康熙求一个生路。 其实就是当这诸多皇子的面狠狠地僵了康熙一军,气得康熙抽出了侍卫一米五的大砍刀,差点就当场劈了老十四。 是诸多皇子拦住了康熙,还有张廷玉让人拉走了老十四,这才没有让康熙犯下大错。 是四爷,小杖兽,大杖走,你怎么还不走啊?难道真要献皇上也不易吧? 但是康熙也被老十四这样气得不轻,当场晕厥了过去。 等到康熙再次醒来,德飞早就绑着老十四跪在了康熙的床塔之前,先是让老十四给康熙请罪。 儿臣不笑,儿臣昏了头,这顿花阿玛伤了龙体,儿臣愿,以此赎罪。 康熙在听到老十四的话后,也没有怪罪老十四的意思,反而连下了四道圣旨。 第一,将四爷和老十四的生母德飞娘娘,禁封为了皇贵妃。 第二,让四爷将弘历送到宫里来,康熙要亲自教育自己的这个孙子。 第三,在四爷的建议下,让老十三主管了兴部。 第四,就是让老十四主管了兵部。 其实前三个事情很好理解,四爷应征和老十三在决见新太子人选上, 听从了无私道的建议,猜中了康熙的心思。 宝举废太子重新上位,在康熙的心里,是立了大功的。 而且四爷应征在康熙拿刀要对付老十四的时候, 四爷用手抓住了刀刃,保全了康熙的名声。 所以连带着四爷的圣母德飞娘娘,也受到了康熙的奖赏。 那么为什么作为冲撞康熙的老十四,也因祸得福对掌管兵部呢? 其实这是康熙下的一步棋。 要知道通过这次选举新太子仪式,康熙明白了两个道理。 第一,以八个为首的八王一党,在朝中势力极大。 上到上书房大臣通国为,下至朝中白官几乎都有老八的人。 势力之大,已经渗透了六步之内。 康熙在查看百官联名举见八个的奏折上,就已经看出了端倪。 这对于康熙来说,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。 第二,从老十四貌似顶撞他这件事情来看,老八老九老十以及老十四,他们之间的关系坚不可遂。 以老八在朝中的人脉,以及老十四在军事上的才能。 若是以后有机会联手,完全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。 到时候就算是康熙也无法制约。 所以康熙借机提拔老十四,其实就是为了理解老八和老十四的关系。 在前几期的视频,小剧已经跟大家说过,老八对于这个太子之位,是抱着一种势在必得之心。 而康熙突然对老十四为以重任,包括后来将老十四分为大将郡王,代替康熙征战西北。 给了他一种极高的规格,直接把老十四推在了夺敌的最前沿,给别人营造一种要将皇位传给老十四的假象。 就算老十四是八爷党的人,在这个各自为主的夺敌过程中,根本就没有什么亲兄弟之情可言。 老八和老十四也难免出现嫌隙。 果然,后来老十四担任大将军王期间,曾向康熙进贡过一块稀有的太湖兽山石,这块石头上可有一个天然的兽字。 当老八接待了替老十四前来进县兽礼的官员后,由于害怕老十四在康熙面前再度夺宠, 老八暗中将兽山石换成了一只死鹰,根本就没管老十四的死活。 其实这个时候老八和老十四之间已经出现了嫌隙。 只要两人的势力抱不成团,那么老八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在康熙可掌控的范围之内。 这也是康熙最想看到的结果。 当然,康熙将老十四为以重任。 除了想要离见老十四和老八之外,康熙此举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四爷引真。 毕竟引人还在当太子之时,老八就明里暗里设计他。 就像是刑部冤案那一次,老八为了扳倒太子,不惜牺牲自己的人, 还假传康熙的圣旨从萧国星那里拿到了太子的罪证。 那一次虽然康熙再度保全了引人,但是已经为他第一次被废埋埋下了伏笔。 从一开始的江南水患震灾,再到后来追缴护部欠款,然后到这一次的刑部冤案。 康熙从太子的种种表现来看,明白了太子引人根本就不是人均的材料。 大清江山交到这样一个人手里,只会导致大清的覆灭。 而从这几件事情上,康熙却看出了黄四子印针的手段和铁腕,心中只有江山设计,可以匡扶大清江山。 弥补康熙晚年时出现的过失,最终让大清,我抚弥强。 再加上康熙看中了印针的儿子弘历,认为他未来也是个好皇帝的苗子。 所以康熙重用老十四,只是为了让老八把老十四当成他争夺皇位的假想敌,无暇顾及老四。 等到康熙真的大醒那天,突然下指将皇位传给老四,到时候老八和老十四就算想反抗,也已经失去了心机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下方留言互动。